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时间10月2日凌晨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宣布自己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同时 他的妻子梅拉尼亚的新冠病毒检测也呈现阳性 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他和妻子将立即开始隔离 共渡这一难关 另外 根据CNN报道 前几天刚刚和特朗普进行过总统辩论的拜登 也将在今天早间进行新冠检测 特朗普的确诊给即将要进行的美国大选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至此之际 华尔街机构也纷纷发出警告 预计市场波动性将加剧 风险资产可能会进一步的遭遇抛售 在得知特朗普感染新冠的消息之后 多伦多市长庄德利发推特表示 特朗普确诊感染 给多伦多所有人都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 美国总统都不能被感染 所以你也不例外 庄德利同时向特朗普夫妇质疑问候 他写道 我希望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妻子能够快速恢复 此外 今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妻子苏菲在社交媒体上 也向特朗普夫妇发去慰问 祝他们早日康复 瑞银表示 多伦多是北美城市中房产泡沫风险最严重的 最近 瑞银的一项调查认为 多伦多是所有北美城市中 唯一被认为存在严重房地产泡沫风险的城市 以前 传家们认为温哥华 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的房地产被高估了 但是 现在多伦多的房市甚至比这些地方更为火热 所谓的房产泡沫就是当需求旺盛 供应有限 而大量投资者进场时 从而导致价格迅速上涨 且难以维持 与当地收入和租金所处的位置不符 尽管多伦多可能还没有到那种地步 但似乎离得也很近了 即使在疫情期间 该市的房价也涨至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水平 销量也在上升 上个月 在大多伦多地区购买的新房屋数量 超过了有记录以来的8月份 多伦多独立屋的平均价格甚至达到了惊人的150万加元 一些人希望像房屋空置税这样的措施 可以帮助吓跑那些富有的投资者 外国人或者其他人 根据瑞银2020年指数 多伦多实际上是全球最接近房地产泡沫边缘城市的第三位 仅次于慕尼黑和法兰克福 而温哥华这几年在一系列政策的打压之下 只排在了第八位 瑞银表示 香港 巴黎 阿姆斯特丹和苏黎市也都在榜上 所有这些高风险的城市 平均来看 去年的房价涨幅均达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 瑞银表示 第二波疫情中 失业和收入变化的潜在影响 目前仍然不确定 尽管在第一波疫情中 这些疫情并没有对多伦多的市场造成太大的影响 根据安省官网消息 10月2日 安省新增732例新冠确诊 为历史新高 其中多伦多新增病例323例 此外 就在同一天 魁北克省公共卫生部门宣布 魁省新增1,052例确诊病例 7例死亡 住院人数也大幅增加 魁北克省目前仍然是加拿大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省份 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5,857人 面对不断攀升的病例数量 安省公共卫生局首席卫生官呼吁 如果安省几个疫情严重的地区没有改善 希望政府考虑重回第二阶段 甚至第一阶段 并实行全面封锁的严格防疫措施 然而 安省省长福特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明 并不会进行完全封锁 但会采取一系列更为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 新增的措施包括 10月6日起在安省想要进行病毒检测 需要提前预约 并且要求省民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室内佩戴口罩 而对于安省疫情重灾区 多伦多 沃泰华和皮尔区 福特表示 从本周六12.01分开始 这些疫情重点地区的餐馆 酒吧和体育馆 将会实行更为严格的人数限制 但这些限制似乎并没有人们预想中的那么严格 新规规定 餐厅 酒吧最多不能容纳超过100人 体育馆的团体运动课不能同时超过10人 尽管安省省长福特在新闻发布会中 不断强调目前的情况有多严重 但对于卫生官全面封锁 或者提高警报等级的建议 福特则一直抵制这一想法 福特称 在与魁省省长进行交谈之后 他决定不考虑全面封锁 将会先从设施和聚会中找问题 当前的计划中并不包括全面封锁 对于省长的决定 多伦多市长及卫生官对此表示非常不满意 多伦多市长呼吁省政府 能考虑采取更严格的卫生限制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